牛肉 牛肉 苹果 梨子 还有这个就是奶渣 这个很好吃 然后牛肉干 哎呦 豐富的很辣 因为拉姆啊 之前就是 考试的时候 就是拉萨嘛 然后 一直住在我们姐姐家 然后就是最近的话 他们认为就是我 吃不到我们这个正宗的 毛牛肉 还有正宗的毛牛奶 专门从大老远 给我带了好多好吃的 这个是昨天 把他们带过来的牛奶 这个是开水 因为昨天爸爸他们 忘带那个茶叶了 我们直接可以用这个奶 平时我和姐姐也会喝奶茶 但是 我是用另一个奶 然后就是奶加开水的话 也是加个盐巴就行了 这么点 就加了以后就可以了 看啊 其实啊 他们应该不知道的 我在这个城里 我们也能喝得到这个 因为它里面也是有正宗的 一个毛牛奶 它煮完那个奶茶以后 味道是一模一样的 其实大家应该会问 我们这边如果在城里 想要买这个牧区的 正宗的毛牛奶 价格是什么样的 其实价格的话 也是一斤市 10块到15块 也有20块的 冬天可能相对贵一点 然后夏天呢 是相对便宜一些 因为夏天的时候多一点 然后我们这次爸爸妈妈 是相对便宜一些 说是一斤15块 所以这个一盒的话 八九块 我觉得就是很便宜的 就是很值了 因为它里面有70%的生牛肉 是吧 然后其实我们 牦牛是分很多种的 牦牛它的奶价格也是不一样的 你们看拉萨的奶牛 这个灵芝的奶牛 还有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个 纳曲的那个牦牛 然后再加上一个其他地方的一种 混合的那种 杂交的那种 其实它们的奶都是不一样的 因为它们就是品质不一样 其实海拔越高的地方的 牦牛它的品质越好 所以它的奶也就更贵 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最近 我们这几天喝的 都是我们的牦牛奶 不是奶牛 市面上可能奶牛的话 一斤可能只要五六块 或者七八块 这个样子 就是很便宜 然后也给我带了很多牦牛肉 就是我们做饭的 然后煮的有 都是分两种的 做饭的话 里面是没有那种骨头的 然后我们煮的牛肉的话 可以你们看看 这个是煮好了的 看一下 它是里面有骨头 因为它就要煮的时候 味道更好些 而且它的牛骨汤也可以喝 营养特别棒 在牧区的话 可能就不用买 在城里就是需要买的话 在那去的话 可能是一斤三四十斗 然后拉萨这边 一般都是四十 奶牛的肉可能相对便宜一些 但是没有买过 所以你们想来吃这个 我们的正宗 牦牛肉或者牦牛奶 记得这个来我们西藏 如果就是来不了西藏 可以买我们家的这个牦牛奶 味道我康康的 喜欢看我视频的朋友们 可以点击下方订阅小铃铛 持续关注 还有ins和facebook 也不要忘记关注哦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